今天最後一天上班 梳洗乾淨 準備挑戰長城的 快回台中喔 對啊 我一直把它充飽囉 結果呢 亮燈啊 一圈黃色的燈號 說什麼電量不足什麼什麼 然後我重發就好了 但我覺得怪怪的 因為你知道嗎 它那個黃燈亮起來的時候 我的方盤連轉都沒辦法轉 它直接跳N檔 我沒有辦法入檔 所以我重發了 可以入檔 然後我就把它移出來 覺得怪怪的 不是在台北掛了就算了 對啊 你還要去台中 對啊 要去台中耶 在台北掛了 我再回來公司 隨便前台車開就好啦對不對 所以這個計畫就有變了 有跟這個業務草偉 梁草偉 好不好 秋草偉 你跟他聯繫 他說可能是小電瓶 應該是放到沒電 我跟他說我只開1100而已 他說那應該是沒電 他說小電瓶如果不夠電的狀況 有可能沒辦法負擔那個啟動電壓 就跟我們的油車一樣 我好不容易格勒紙也貼好了 全部安排好 我還打算今天把那個黑人鐵牌 把它貼上去 不要吧 為什麼不要 沒有一個合適的位置 我偏要貼 阿呆越講我又要貼 我以後如果有機會 我買個小牛 還是麥拉倫 還是這個法阿利 我把那個馬全部換成黑人 法阿利你會被封鎖 反正我也是買二手的 他封鎖我 我有差嗎 後來跟大家研究的結果 就是我們開回場裡面 今天油車在那邊 幫我們充那個小電瓶充一天 會不會回去說 欸你這有改裝喔 我們不充 試試看 回去試試看 好不好 好走出發 熄火它會出現一排字 我現在先熄火 它出現在哪邊 這裡 好我發動喔 它這裡 然後剛剛那排紅色的字 現在沒有 它就出現在那一次喔 我就怕怕的 所以我想說 我們就 出發吧 我來穿著 我來穿著 我去看 右船可以放進 我們來這些喔 沒有啦 現在充過電 爸 我都沒有來這邊充電喝過咖啡 他們不是有鼎泰風被移 真的假的 要花錢了是不是 不用吧 要花 不如不用錢吧 怎麼可能 你充電 你來這邊趁人家的店 吃鼎泰風不用錢 你調聞看 哈囉 這邊 我去幫你安排一下 好啊 就現在就開進去嘛 欸 他們說那個鼎泰風 我來充電是可以吃喔 鼎泰風 有嗎 有這個東西嗎 沒有 你哪有 那你說鼎泰風 那是台南的啦 對我們這裡沒有 我才不知道其實跟新莊 跟新莊就是同一家的 各家提供的餐點不一樣 那你們提供什麼 多元化的 配合比較多 像我們這邊就配合 以前放的那個嘎那 還有土地公廟前方 有一個見面聊這樣 哦 不一樣 不一樣 探卷探卷探卷 那我先安排 你要看進去 對對我看進去 他在哪裡啊 就是保護廠路口這邊 哦在後面 對對對 謝謝 我開過去 我怎麼覺得輪子有點縮啊 有啊 你那時候回來的時候 你不就講了有點內術 是不是這一直的問題啊 那修理廠一般應該是不能拍 對應該是 你等一下先看一下情形 不給拍啦 反正他就是把前面蓋子打開啊 有兩個正負極在那邊夾著 衝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問他們說要衝這個 他們搞不清楚 反正他們意思就是說 現在一開始夾上去的時候 充電的電流高達五十幾 就代表他很缺電 一直吸嘛 然後他說就是 吸到他可能剩下十左右的時候 就代表他可能吃飽了 沒吃那麼多了 那就OK了 滿快的 剛剛其實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他那個電流已經剩 七十幾了 就是沒吃那麼大了 所以應該缺一點點而已 預計他們下班之前五點 我們就可以來簽了 好啦 那就等下午五點再來簽車 後續再跟大家分享 車來了 感謝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那個小電瓶沒有電流 對 充飽了 比如說我們一般人啊 我們是可以自己去充那顆小電瓶的 因為現在家用的電霸 可能沒有像我們有這種智能型的電能管理 沒辦法設定說最大的電流的輸入 你也看不到 你可能只看得到充電電滿了多少這樣 那其實他有時候快滿了 就可以趕快把它放掉 有時候你不曉得你會一直夾著 因為你不曉得他到底要充到幾個伏特這樣 對 然後因為我們這個是都有那個智能管理系統 所以一看就知道你能夠充到多少 所以他是有數值 對 因為滿了其實我們就會把你放開了 他不需要一直在夾在上面這樣 你們還是會建議回來這邊給你們做充電 對 比如說像有時候會有這樣故障碼 那也是可以回來檢查看 看看是故障碼有沒有消掉 是暫時性的故障 還是常態性的故障這樣 還是建議客人要常開 就是你如果都不常開的話 這個電瓶到時候會因為這樣子反而不保固 開床的話就是他每次都有電池記錄的 你每一次什麼時候發動 到下一次發動是什麼時候 原廠都調得到記錄 就知道你這個車是因為強制 沒有在做啟動的狀態之下 電瓶就會不保固 所以不只大電池有記錄 對 小電瓶也會有 因為這樣表示你幫他回充的記錄不是很良好 他可以規則在車主身上的時候 原廠可以不幫你做這塊的保固的 不常開小電瓶也容易壞 很容易壞 對然後你常常去救電就是要去救車 對電瓶比較爽 這個最簡單的做法本來是請客人自己開 至少要開半個小時以上這樣 就像他去跑 對比如說他的住宅附近 離保持鐵中心都很遙遠的話 我就建議說 如果你把電救起來之後就自己去開 至少要開半小時以上 讓他能夠再做小電瓶做回充的動作這樣 如果你們距離都離保持的中心沒有很遠 就當然回原廠一廠看一下是比較安心 那個小電瓶是我們有辦法自己更換的嗎 TICON的電系非常的複雜 又是很多都是複雜高壓電的東西 沒辦法自己更換 也換不到 他是在後面嘛對不對 對對對 要拆 接電的在前面 所以等於要拆很多東西 安全性高壓電還是要交給原廠 也比較不會影響保固的爭議 對對對 那感謝你 不會不會不會 謝謝感謝 有今天怎樣跟這車搭嗎 很搭啊黑白啊 黑白配 黑白配啊 還穿一個奢華啊 皮衣 你真的不開嗎 我不開我不敢 比你開 壓力超大 我自己有開車來啊 那我開你的車就好 我隱藏在那麼多 豪華車旁邊 看起來是好不順色 那你確定你不開這個 我不要 我真的 他如果鏡子在這邊 我坐進去我還是會覺得很可怕 我們把車留在這裏 要有 很具見喔 小心開喔 好 你也要小心 要先開這個車 對 刷一下這裡 刷 充電 半夜來充電 還好警惠有幫我們開門 警惠反正就是開門好不好 小汪汪號開始充電了 慢了 剛開始而已 我以為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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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 上車等充電 電動車生活的第三點 我們 那一天 好時間充電 然後隔天下台中是 85% 到了台中剩下40幾年 對 花了40%左右 因為晚上吃完飯 我們半夜去台中的保時捷 又把電充到97 98 可是回來也是差不多花了40%左右 所以現在我的電 現在46% 我們在101吃飯 我剛剛有查了一下 101的B3有保時捷充電 所以我現在直接 我們去B3找保時捷充電 你覺得電動車生活如何 沒什麼感覺 只是要充電 對 那一天充電 我們在台中 從40幾% 充到97-98% 花了36分鐘 蠻快的 用APP就可以充 在那個方向 對不對 我應該是還沒耐心 所以我就說 我越老越沒耐心 我越老越沒耐心 馬上證實 你有耐心嗎 有嗎 畢竟我比你年輕六歲 唉唷 耐心 多加六秒鐘 之類的 啊 我開始沒耐心了 那個B&W 現在是Toyota在充 所以它都可以充啊 只是說你是要找保時捷的啊 目前這樣看起來好像 沒有保時捷的啊 側走 好 那我充這個好了好不好 原來沒有是滿的 沒有比較快 好像是B&W速度比較快 操作流程是怎樣 掃QR Code 下載APP 網信用卡 然後就可以充電 好 那我要來下載 喔 手機太大 啊 這樣我過去 好